早安 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此刻时间早晨7点06分18秒了 今天资深媒体人福德乔同志 他也是专栏作家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一块来聊 跟日本相关的话题 今天我们不但聊日本 可能也要聊到韩国 乔哥早安 嗨 志平早 然后各位听众大家早 是 这个很有精神 对啊 可是有一点点落寞 闲壮壮 为什么没办法跟脸书的朋友见面 觉得心里难过 难得我今天打扮那么帅 你哪一天不帅 我一直都很帅 没有啦 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同仁 都要分流居家 所以就没有那么多的人力 然后这个 没有 我听说是因为 有就是听友发了一个讯息 说给那个 这个我们在讲央广的台长 说可能请就是把福泽桥换掉 换成那个把那个夏制平换掉 换成福泽桥来主持 那因为你这样的关系 所以你就故意不让我露脸 连这种秘密你都可以得到消息 你怎么 我是资深媒体人 是吗 没有啦 我们今天聊Pokemon OK 对 乔哥你玩Pokemon吗 宝可梦你玩吗 我玩啦 宝可梦我玩啦 你还有在玩吗 我没有在玩 可是你知道我曾经在我们家那边看到一个阿伯 你知道 他准备了三十几台的手机 然后就是为了要抓那个Pokemon 我觉得他非常有趣 你知道吗 而且你就发现他真的是神手 一直抓你知道吗 然后我还特地拍他 然后拍他的时候他很得意 对啊 对 你知道他现在已经是名人了吗 就是你看他Pokemon就像一个开屏的孔雀 你知道 他骑着脚踏车出去 没错 然后车上总共有三十几支的手机 没错 然后于是乎甚至于有手机业者找他来行销 当这个火广告 没错 只有这样子 你可以同时拥有这么多手机 而且同时让他有电 对 可见这个手机很棒 很棒 超厉害 对 不过要谈这个东西 其实跟今天刚刚制品 就刚开始 这节目刚开始开头的时候 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美国拜登总统 这次亚洲型 其实跟Pokemon还是有关系的 哪一个 真的 我倒要听听看 你怎么硬把它扯成关系 我的梗埋很深 拜托 事情 好我跟你讲 为什么呢 其实你要知道 日本跟韩国 他们两个其实就是有一点水火不容 你知道 那水火不容 但是对于美国来讲 美国就觉得说 今天我希望你们亚洲安定 麻烦你们日本韩国两个小老弟 你们两个别再吵了好不好 可是呢 他们两个 如果大家再仔细 大家如果有仔细在听 我们再讲说 那个早安台湾的话 就会知道 在2019年7月的时候 韩国那时候总统叫谁 叫文在寅 那文在寅干了什么事情 文在寅呢 就是说 那个日本啊 你们二战的时候啊 那个找了我们那个 这个朝鲜的这个征用工啊 还有卫安妇啊 那这个事情呢 你们这钱还没付清啊 对 虽然遇到父亲节 你还没付清啊 对 OK 但是呢 问题出来了 日本就说 我战后 我帮你们 我付钱帮你们 把那个什么江南啊 你们那个整个 那个那时候叫汉城 现在叫首尔啊 那江南那边建设 你们的地铁 第一条地铁 还是我们日本人花钱盖的 那你怎么可以说 我钱没有付清呢 我们该给的钱 我们都给了 那两边就吵了 那吵了之后呢 那文在寅就 一拍两电影说 那没关系 交给韩国法院裁判 那韩国法院呢 我不晓得是 奉承上旨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就是说 直接就判说 那个把日本在 那个韩国的这些企业的 那个财产先没收 因为要付给真用工 哇 日本就跳起来了 这个不得了的 这不行呀 那然后呢 他们就讲说 好吧 那就把那个韩国啊 把韩国降低到什么 他因为过去韩国 因为韩国我们知道三星 我们刚才讲 Pokemon不是讲手机吗 那有三星手机等等之类的 你要做这一些 包括半导体啊 这些东西 有很多的原材料 必须从日本进口 对 那所以呢 日韩之间曾经 因为这样的关系 希望能够快速出口 所以呢 他们签了一个叫白名单 但是呢 日本就说 好家伙 你这样子对我 你这样对我 我就把你整个 从白名单调成一般名单 韩国就跳起来了 你怎么可以帮我调一般名单 那日本就讲说 难道 是你给我要钱的啊 没有 我今天我们没有 把调黑名单 已经算对你客气了 一般名单是 你就按照步骤慢慢来 所以还告到WTO去了 WTO说 人家也没有把你调黑名单 也还好 是没让你那么快而已嘛 是 对 那没办法 所以两个就在那边吵 吵半天之后 Pokemon来了 啊 Pokemon来了 是 Pokemon 那所以当时那是怎么样 当时他们在吵的时候 日本 韩国民间啊 发起了一个叫做 反日货的运动 哦 集体抵制日货 抵制日货 包括UNIQLO啦 Toyota啦 这些东西 我很讲他们那一年 2019年 2020年的时候的那个业绩啊 整个大幅下滑了 大概七成到八成 对 哇 那个韩国人反日货反而很凶啊 那Pokemon来了之后呢 在今年2月24号 在等于说这个韩国 韩国的这个Pokemon的这个 拥有Pokemon的这个代理权 有一间叫做三立食品集团 然后他本身呢 他就发行了Pokemon的面包 嗯 诶 哇 发行了之后 没想到你知道怎么样吗 嗯 超级人气 到目前为止 大概发行五十几天 对不对 嗯 你知道他 他卖了几个面包吗 卖多少个 你猜猜看 韩国话 了不起卖 卖 好 卖两百万个好不好 两百万个你就已经很了不起 对不对 对 他到目前为止已经卖了超过一千五百万 哇塞 一千五百万个哦 哇塞 而且呢 是怎么样 是所有的人就排队要去买Pokemon的面包 还在排 还在排 所以呢 他们有统计过 大概一秒钟可以卖到两到三个 那个Pokemon面包 甚至怎么样 你知道吗 甚至还发现一件事情很有趣 就是呢 很多那个便利商店啊 把Pokemon面包当成什么 我们在台语在讲的叫做 刷楼杰 什么叫刷楼杰 就是呢 今天他告诉你说 那个夏志平 你今天你要来我们店里面买Pokemon面包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你要先购物买满三万块 你才有这个买Pokemon的选择权 这个在台湾公平会要出面了 这叫搭售啊 没办法 对 然后他们就干了这种事情 那而且还不止这样子哦 有一些有一些那个便利商店 他们甚至是怎么样 他说 这Pokemon 应该是可以卖的不错价钱 对不对 洗瘦 洗瘦 但是问题是 很多年轻人啊 他会挤在那个 所谓的这个便利商店门口 他挤在门口 他就在看 奇怪啦 那不是刚刚那个 面包工厂的车才进去 不是下来一堆货吗 你门口怎么还贴在这个缺货啊 那然后呢 他们说老板老板敲门啦 老板 那个我要买这个Pokemon面包 哦没有哦 我下老板没卖这个Pokemon面包哦 然后 胡说八道 对 然后胡说八道 然后啪 你知道怎样 还发生 还曾经发生社会事件 去踹的那个门啊 不止这一些 还怎么样 如果大家 我在想说 听友里面啊 不晓得你们喜欢就是BTS 也就是防弹少年团啊 防弹少年团里头 有一个就是RM 等于说他们的一个团员叫RM 他就上网就在那边哭诉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 我为什么我还是买 我自己都买不到Pokemon的面包 我完了 完蛋 完了 更火 所以呢 整个Pokemon面包啊 整个就这样 因为这样大火 整个就爆红啊 在韩国 在这从2月24号到现在啊 变成一个社会现象 天啊 各位 各位 从刚刚不哲乔大哥讲到现在 你有没有觉得 你已经跟着他热血沸腾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专栏作家福德乔 来到节目中 我们本来一开头是要聊拜登总统 结果没想到现在带大家聊到是Pokemon 好 这个Pokemon本来让这个南韩 让韩国跟日本交恶的这个关系 韩国要抵制日货 结果没想到Pokemon让他破功了 完全破功 那这当中破功其实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原因呢 其实去喜欢Pokemon的这一群人 在韩文里面被称为叫做大小孩 大小孩族 什么叫大小孩族呢 他的年纪啊 大概是会在落在大概是1998年 一直到2010年左右出生这样的一个小朋友 或者是应该我们在讲说应该年轻人 那其实这个要回到的就是Pokemon面包啊 他其实不是他的这一次不是第一次出售 他上一次出售是在什么时候你知道吗 在1998年的时候 1998年就有Pokemon面包 因为那时候Pokemon刚出来 电影刚刚那个卡通刚出来 刚出来所以那时候有Pokemon面包 那Pokemon面包里头 其实他都有附一张贴纸 对 那那时候呢 这时候就红 红到了就是大概2006年的时候 是 Pokemon面包就停产了 因为大概热潮过了嘛 98年到06年也大概赚得差不多了 是 然后呢 到为什么到现在这个出来的话 就是因为呢 当时啊 这个喜欢这些Pokemon面包的这一群年轻人啊 他们生的孩子长大了 哦 那长大了之后呢 就是现在的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1998年到2010年左右出生的这些孩子 那他们那时候在从小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爸爸妈妈就很喜欢Pokemon面包啊 然后收集这个 这个就是包括了各种Pokemon的贴纸 对 对 对 那然后呢 因为是这样的关系 他们就觉得说 哦 当时好开心哦 可是 现在回头 为什么我跟我爸爸妈妈同样年纪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那么开心 可是我现在 我想买房 房那么贵 我想买车 车买不起 对 那怎么怎么会这样子 难道爸爸妈妈他们可以收集房子 他们可以收集车子 我什么都没有吗 然后他们就想说 诶 Pokemon面包里面有附贴纸 那我买不起车子可以啊 我买不起房子可以啊 我买贴纸可以吧 我买Pokemon里面有贴纸 就行了吧 可以吗 可以啊 所以呢 这群年纪 其实这在某个角度里面 你可以知道 这是因为包括 现在我们在讲说 已经整个全社会 全世界进入了一个 所谓的通膨的这样的一个年代 那这通膨 等于说 我们经常在讲 这其实不是只有台湾 其实在韩国跟在日本都一样 就是什么都涨 就是薪水不涨 那薪水不涨的一个情况之下 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讲 他本身又没有储蓄 没有储蓄的状况 但是人嘛 总是总是有收集 像志平他在收集某些 我就不好意思在这上面讲 你这样子 等于一开始 你开了这个头 你叫我怎么收尾啊 对 那然后呢 然后就是因为 大家其实都想要收集一些东西 那收集一些东西 那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们就开始 就是开始去收集这Pokemon 那这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 在韩国的这个社会学者 学者里面 社会学教授里面 他们也都这么认为 就是呢 这其实是一种 所谓的移情作用 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移情作用呢 造成他们 原来这个Pokemon的一个热潮 就这样起来 那更有趣的一点 刚刚不是在 刚刚是我们在提到了吗 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 日韩关系降到低点了 冰点了 那然后当时 哇 那个韩国的民众 说不行 我一定要反日 日本不行 这样子 但是呢 当最近人家问说 可是Pokemon是日本的耶 那你知道韩国民众讲什么 讲什么 那个没有什么关系 可爱无罪 那个那么可爱 这个不能把它列入参考 天哪 原来可爱让一个人失去理性 可爱可以让人双标 好 各位 这个你喜不喜欢上 很多的一些事物 我们讲 比如说 我跟普通小都在玩Pokemon 现在他不玩了 但我仍然沉迷在其中 你知道我一天要花多少时间 玩Pokemon吗 大概15个小时吧 生在一个小时 没有啊 没有那么久了 早安台 我下的节目就晚了 是不是 晚到明天早上 没有 就是我真的是 我记得过年的时候 我曾经在节目里面 找一位业者来聊 宝可梦 真的啊 对 他专门帮手机改成 这个外挂程式 也就是我们熟成的这个宝可梦飞人 哇哦 对 就是你现在人只要在这里 在台北 OK 但是你可以飞到西班牙 你可以飞到日本 你可以飞到甚至于北极 加拿大去抓这些西游怪 是 对 那这个 我就很想要开图鉴嘛 于是乎呢 我就请他帮我修改一下 是 于是乎呢 我就可以到处飞 这样子 可是呢 坦白讲 这是不合法的 我不鼓励这个情况 那只是单纯是个人行为 不过 不过志平你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刚刚我提到了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所谓的大小孩族 这个概念 那其实呢 大小孩族 因为毕竟呢 我们我本身 我既然是声称啊 号称自称 叫做日本政治经济观察家 我说什么 我没有把他扯回日本的话 好像不太对 你扯啊 你有本事你就扯啊 对 那其实呢 这个在同样一个年代 我们在讲说 可能在中国那边的话 大家会称为叫做 零零后 那然后呢 在韩国 我们在讲说是大小孩族 那然后在日本的话 是称为就是这一些 我们在讲 异世代 那异世代这一群人呢 他们是怎么样 他们本身其实是对于 所谓的昭和风情啊 昭和风情是什么 大概呢 昭和风情就是 我们应该讲说 他们比较流行的 大概就是在1948年之后 这一段时间也就是二次大战之后 那因为二次大战之后 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那二次大战没多久之后 当时有 这好久的名词了 叫做亚洲四小龙 来コーニ 亚洲四小龙哪四条 那不就是台湾吗 对 台湾 日本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还有新加坡 对那因为那时候呢 整个就是在亚洲啊 就是四个国家里面 他实际是把整个亚洲经济带动 叫做亚洲四小龙 那也就是代表说 那个年代 其实是一个又美好 又有钱 过得生活又富裕 不会像是就是处处觉得都被紧缩 被逼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 所以呢 在日本其实也是同样的 就是在昭和年代 那日本的现在年轻人 他们也在流行所谓的昭和风 那昭和风里面的话 在日本东京附近 这个郊区 有一个叫做西武园游园地 他们就完完全全恢复复古了 那个日本的这样的昭和年代的东西 对 那其实呢 原本那个游园地是怎么样 我想志平一定去过 那个圆山儿童乐园 有啊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上个世代 我跟各位听众 我先讲 我跟他不同世代 我不想 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我们体重不同世代 对 那其实呢 他大概就是属于 圆山儿童乐园的 那样的一个建筑 那当时其实他接到案子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讲说要改造这个producer 他在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 老板跟他讲说 我跟你讲 你只有100亿日币可以花 但是呢 你知道那整个一个游园地 他占地多大 你知道 26坪 26公顷 不是26坪 26公顷 26公顷 其实是相当大的 那相当大的26公顷 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啊 他本身呢 他100亿其实没办法改造 他干脆怎么样 入口的500公尺 商店街 改装成就是昭和年代商店街 没想到一改之后啊 爆红啊 对 而且来最多的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一群人 然后你这个商店街要出租 又可以收租金 没有那个 那个其实他是自己producer的 那但是他所有的东西 应该是这么讲 就是说你如果要入住这个店里面 你必须要 你比方说你的那个 女仆咖啡啊 你要穿着女仆的衣服 你就是要符合昭和年代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在讲 在很多的 我们在讲观光 因为接下来 在下半年的时候 观光也许就要开放 那在开放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在谈的就是说 曾经式体验 才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那曾经式的体验 是一个关键的时候 在我们刚刚提到的 亚洲四小龙啊 你想想看 日本跟韩国 都已经在做这样的 曾经式体验 台湾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当然要赶快咯 对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其实就很重要 那我要问志平呢 那如果换成你的话 台湾的那个 台湾吉英卡末 的这样的一个年代 你想到最重要的是哪些东西 石大建设 那个通车的时候 火车通车 电气化 电气化 通车的那个火车模型之类的 这样这种东西 这样能卖吗 你果然不设计行销 还有什么呢 黑松沙士啊 对哦 对啊 吉利果啊 对哦 那我最爱耶 那你最爱 你为什么都没想到呢 我怎么一提到吉利果我就已经生意就变了 对 所以呢 其实呢 在这当中 而且我们才知道 就甚至呢 如果再更往前推 还有皇冠汽水 容冠果乐 对 这些东西 你把这些瓶子瓶瓶罐罐 把它拿起来 或者你去改造一个地方 让它回复到过去的那个模样 那甚至呢 我在讲就是说 大家都 其实台湾最近在做很多类似的 因为台湾在过去 我们在讲说这个经济发展的时候 台湾最多的东西叫什么 这个建筑最多的东西叫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铁窗 哦哦哦 对 对 但是呢 铁窗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去看的话 有很多的铁窗的窗花其实是很漂亮 尤其是在志平的家乡台南 那有一些铁窗的窗花 根本它就是一幅画 你知道 那所以呢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很多的元素 对于台湾来讲都是一个很棒的 而且是很值得回忆的东西 比方说你今天你去 我们在讲说 接下来端午节要到了 烧肉掌 能不能去变成是一个值得怀念的东西 当然可以 对了 那所以呢 这些还要包括杜小月 为什么我不能 我为什么每次吃东西 我就一定是要坐餐车 难道我就不能去看人家扛着扁蛋 看志平扛着扁蛋 然后去卖那个面吗 然后我要穿木鸡 一定要啊 可是你穿木鸡你会不会破该啊 你不是最爱看我破该吗 是啊 我就破啊 好真的是很棒 今天我们邀请到资深媒体人福德乔来到节目中 我们从宝可梦开始聊起 这个正确来说是从拜登总统啊 然后呢 然后呢 谈到了这个日本跟韩国这个两国的情节 然后呢 这个被宝可梦给化解了 各位 我趁刚刚福德乔在解说的时候 我上网搜寻了宝可梦面包 到底长什么样子 因为他们没得卖嘛 对 谁知道原来是找到我的脸书的朋友早就已经po了 他们呢 还是有办法弄到 真的吗 对 还是有办法弄到 可是重点是他的包装比较漂亮 真正你那个包装打开来以后 宝可梦面包其实没什么 就看起来稀松平常 就像海绵蛋糕或是海绵这种 普通的那小面包一样啊 你不觉得我从头到尾 我没有再跟你解释 面包这件事情吗 我在跟你讲的就是宝可梦面包的包装 宝可梦面包里面的贴纸 对 但是大家就想到那个一个面包 你知道他一个面包大概卖3600含环 大概是换成台币大概36块 对 大概36块你就知道一个36块的面包 能够大概每秒钟卖到两到三个 你去排快筛记好不好 有时间 各位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真的 宝可梦面包如果在台湾卖恐怕也会造成这种大轰动 一定会 而且对日本的怀念情节 是 大家对Pokemon的喜欢喜好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你要不要开始看看 这个跟 赶快追逐一下 福德乔 乔哥的这个脸书 好不好 或者是追逐一下 这个他的 他在很多媒体上写的这些专栏的 这个文章 他可以带你掌握第一手的 有关于日本的这个流行资讯 还有日本社会这个各种社情 这个我不是那个社情 我是说社会的情况 吓死我 好了 没有重点是你你你follow他 你就可以得到很多这样的讯息 也幸好早安台湾每个月都会请他来上一次节目 好吗 是 谢谢乔哥今天跟我们的分享了 但是我们也在节目最后结束之前提醒大家 疫情很严峻 大家在家听听广播就好了 好不好 不要出去趴趴照 然后呢 不要忘记听完广播 开始听广播之前 为早安台湾来按个赞 脸书上面按个赞 这个我们的官网上面也按个赞 乔哥你赞成对不对 没错 对 一定要 那个健康安全很重要 对早安台湾按赞更重要 拜拜 拜拜